嘉義是有通緝犯坐朋友車出門 但是半路上發生自撞車禍 由於擔心會被抓 他當場跳車躲進了一棟公寓四樓 人呢就蹲在窗戶上跟遠景來對峙 一度他還有半個身子就掛在四樓位牆 當時警方擔心會有危險 隨機在地面上準備了氣墊 幸好是經過了半小時勸說 其中通緝犯才終於配合下樓 被帶回警局歸案 男子坐視放手 一旁遠景也緊張了一下 連忙口氣放緩 雙方僵持不下 男子蹲在窗戶上 甚至還一度半個人在窗外 下半身掛在四樓外牆 岌岌可危 消防人員緊急在樓下 準備消防氣墊 就怕稍有不慎意外發生 看到警察為何要逃 原來這名男子是妨害秩序 通緝犯 他十號早上搭乘朋友的車 經過假意式博愛路與長安街口時 車輛自撞安全島 他趕緊跳車落跑 因車禍地點就在本派所 警方發現立即前往查看 車上乘客見警及突然跳車 這鬼總統在樓下 警察就出來了 警察就追進去了 通緝犯躲進公寓四樓 在窗台和遠景對峙 經過半個小時勸說 他才終於態度放軟 和遠景一起下樓被逮捕歸案 而在他的駕駛 也被查出有喝酒 儘管沒有超標 但一併被帶回偵辦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